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 开发浦东振兴上海 这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夙愿 那么如何让世界了解上海 相信上海 愿意和上海做朋友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表达 当时上海缺少一张英文报纸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找到了 有些原来在China Daily服务的 一些骨干的人士 以及吸收了一些在上海 有外语编辑报纸能力的 一些主编和记者 在这种辈子下就成立了 上海对立 上海对立对于上海和世界的沟通 起了重大的作用 所以上海市是很支持这个报纸发展的 它能够产生于上海社会 扎根于上海的经济界 上海的文化界 从而它慢慢地形成一个 比较壮观的大树 而这个大树 现在成长20年了 我希望它继续地成港 为上海建立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而做出贡献 中国这40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海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现在是表达中国故事 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所以我们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必先好多了 我们整体的外语的表达 也比以前精确多了 也许说我们翻译得更准确了 另外呢 我们也启用了一些外国媒体人 在我们的报社电视人来服务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在宗教信仰上 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差异 所以我们也尊敬各国的信仰 也尊重各国的文化 上海日报已经办了20年了 已经成长得很茁壮了 我希望它继续前进 祝上海日报生日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